俄罗斯的匕首到底算不算是一枚高超音速导弹 从速度上它肯定是算了 但是当我们从高超音速导弹这六个字引发的 对于一款极其先进的武器的期待来看 要争算上它的话就有点牵强了 因为本质上匕首它就是一枚空射的弹道导弹而已 而弹道导弹从来都是高超音速的 就连现代导弹和火箭的鼻祖V2 照这个概念来讲也能被称之为高超音速导弹 可是谁会认为它是高超音速导弹呢 所以究竟什么才能算是高超音速导弹 而匕首又到底算什么呢 今天我们就来简单的聊一聊 对于高超音速导弹的定义 各国之间可能存在细微的差异 但无一例外都包含了两点 速度和机动性 美国的导弹防御拥护联盟说 高超音速导弹是指那些速度超过了5马赫 并且能够在整个飞行过程当中机动的武器 俄罗斯的国际事务委员会说 高超音速导弹是速度超过了5马赫 并且能够在大气层中 以这样的速度进行机动的武器 仔细对比 好像定义里面少了整个飞行过程这个约束条件 所以看起来是要松一些的 而这个也正是为什么能够把匕首归为此类武器的关键了 这个咱们稍后再说 从速度和机动性这两点出发 现代意义上的高超音速导弹 通常所指的就是两类导弹系统了 一个是高超音速滑翔导弹 另外一个是高超音速巡航导弹 前者在一开始的时候 会像一枚弹道导弹一样 被火箭推进到极高的速度 直至冲出大气层 但接下来的操作 它就跟弹道导弹不一样 它不会像弹道导弹那样 在大气层外滑出一条容易预测的抛物线 而是会在发射后不久 便重新进入大气层 依靠其深立体的外形 在不使用发动机的情况下 灵活的飞越数千公里 直到抵达目标头顶 我们的东风时期是这样 俄罗斯的先锋也是这样 而美国也有两款这样的武器正在开发 那另一个高超音速巡航导弹 它几乎就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东西了 这个家伙在飞行全程都是有动力的 所以就拥有了不可比拟的超强机动性 以及不用再飞那么高 靠势能换动能了 也就更难被探测和拦截了 但是在如此高的速度下 飞行如此远的距离 它需要装备一台 我们从来就不曾拥有过的发动机 超燃冲压发动机 而正是它几乎就拦住了所有人的脚步 怎么回事呢 因为普通的以吸入空气来燃烧的发动机 都是工作在高超音速以下 甚至是超音速以下的 它们一是搞不定高超音速带来的高温 二是搞不定高超音速带来的高速气流了 S27上面的J58是一台复杂的可变循环发动机 在高速之下 不过也就是三马赫 可以开启冲压模式 让迎头冲进进气道里面的超音速气流 替代压缩机的角色 在被进气道减速变为压音速气流的同时 获得了高压 被在燃烧室里面充分燃烧 再以比进气时更快的速度从尾巴喷出去 提供推力 但你再来看装在高超音速巡航导弹上的发动机 它的进气速度会是更快的高超音速了 当然也是可以不要压缩机 自己就能压缩自己了 但要压缩到什么程度呢 压缩到压音速 好燃烧 但是燃烧完喷出去的也就是个超音速而已 这一前以后反而损失了速度 顶多平进平出吧 怎么提供推力呢 好 那就别压缩到压音速 就让气流保持在超音速的状态进入到燃烧室 好歹嘛 燃完之后还能以更高的高高超音速喷出来 但是啊 霍苗他就不给面子了 在超音速气流的冲击下 它很难稳定的燃烧 美国的X51A在空中 好不容易才达到了稳定燃烧200秒的成绩 而我们呢 也只是在地面上把它坚持到了600秒而已 看起来试验都还在早期 就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真正部署过高超音速巡航导弹了 诶 那BISO又算什么呢 它顶多啊 算作一类叫做制导弹道导弹的 勉强可以叫做高超音速导弹的类型了 它绝大部分时候的表现都跟弹道导弹一致 只是在最后阶段靠骑骗做出一点激动的动作 把自己带到目标的头顶嘛 BISO虽然在2017年才投入使用 但它并不是一种新的武器 而是陆基发射的 早在苏联时期的1988年就开始开发的 伊斯坎德尔短程弹道导弹的空射改进版而已 的确啊 在米格3E的帮助下 它是可以把自己加速到高超音速 也的确可以在整个飞行阶段实施激动 但总感觉有点像是 靠蛮力来完成的 跟我新闻当中的高超音速导弹比起来 还是差了那么一点意思 好了 你怎么看呢 我是火箭书 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